我再挑了几个主题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第一个就是从礼拜四 那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要跟印太战略的其他的三个国家的他的外长 就包括了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澳洲 那么一起来进行会谈 一会谈来协调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如果你讲川普的时候他的印太战略 那么拜登上来他的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什么不同 但是他承袭的唯一他承袭的就是印太的一个架构 一个自由和开放的一个印度太平洋地区 那印太战略人家就问 事实上这两天人家也在问这个拜登 好多场合就问拜登 那你的印太战略你摆出来的正式是什么呢 你的细节是什么呢 对中的政策是什么呢 你又发现拜登当然讲说 当然他非常强硬 他说对中国大陆你还是表示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势 细节没有讲 细节没有讲 他只讲说人权很重要 美国一直做个捍卫人权的一个斗士 人权很重要 所以他在很多别的场合 对于新疆的问题啊 对于什么人权他谈的重要 然后他也强调说 美国要发展他内部的经济 经济做好以后才有底气 才有底气 然后来跟这个中国大陆呢 你已经交涉了谈判 那他目前要做的呢 都是跟各个盟国大概在谈 在彼此协调 协调一致的脚步 一致政策 所以为什么我选这个当作今天咱们这个对话的这个开场呢 他一个开始 你看礼拜四的时候 他就是布林肯要谈嘛 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呢 礼拜五是G7 然后还有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啊 礼拜五开始啊 那拜登呢 他是非常强调说 重建美国跟欧洲的一个关系 那美国跟欧洲关系 那么拜登就跟就跟这个欧盟的国家要谈啊 所以你说在慕尼黑会议 他当然是谈到好多个好多个主题 当然谈到COVID-19 谈到经济 但是不管是G7的会议也好 慕尼黑的会议也好 都会谈到中国大陆 就谈到中国大陆 就怎么样的拉开了阵势啊 怎么样来遏制整个整个中国势力的一个扩张 那G7呢 明天G7要开的时候 我大概跟各位谈一下 就是我们这边常常在看说 我们是美国是怎么跟欧盟重建关系 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看这次G7是谁当主席啊 Boris Johnson啊 Johnson当主席啊 Johnson当主席是 就是你说从这个英国 英国他脱欧之后啊 他一直表示说 我脱欧之后 我还要变成一个Global Britain 就是全球的不列颠 所以英国呢 他一直想要在脱欧之后 能够在国际舞台上 还是有一些角色 所以 所以那么英国的外相也到印度去啊 也谈啊 他不G7国家 我叫G7 7 G7加3 他希望找印度啦 找韩国啦 什么一起来参加 一起来讨论 那么G7加3的国家 所以这是一个主场 是这个Boris Johnson 英国 就我觉得可惜了一点 就是这一次 当然还是在视讯会议了 如果是实体会议的话 哦 那拜登被邀请到欧洲去 那当然是美欧关系的重建嘛 但是现在当然是 稍微辛苦一点 没看出来那么清楚的重建 但是你可以看到美欧关系嘛 就是美国跟欧盟 对不对 欧盟这个 然后美国这边的印太战略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个架势已经拉开了 拉开 虽然它的细节还没有谈出来 那到底说美国对中的整个政策 但是强硬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它这个继承的印太战略出来 好了 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了 那会不会印太战略 美国 日本 印度 澳洲 它会变成一个迷你的北约啊 是不是能变成迷你的北约呢 因为英国说它也要参啊 是不是迷你北约呢 美约那么一般来讲呢 我同意一些分析讲说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主要是印度 印度它是不结盟国家 它想表现说 它也是一号人物 它不是美国的小弟啊 所以它是 它有它的一个想法 所以它说 它一个它是跟美国啦 或者印太的其他国家呢 它们是partner 但不是allie 不是盟国 是伙伴 不是盟国 而且印度的很多的这个武器啊 是什么呢 是俄国做的 俄国做的武器 跟这些澳洲啦 跟日本啦 这些美制的武器 你说这个同盟啊 怎么联合前来协同作战呢 但是其实是有一点困难 有一点困难 所以你可以看印度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啊 那你说像 我们也讲G7国家 如果增加加多 以前川普的时候就说把韩国拉进来 对不对 韩国当然很高兴嘛 日本不高兴啊 日本干嘛跟韩国平起平坐呢 所以它每一个国家都还有一些它的想法 但是我们从亚洲的角度来看 或者从印太角来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那么美国它的印太战略 然后美国它跟欧洲的国家 要怎么样建立 建立加强建立关系 然后呢 那么四边的这个美日印澳 变成美国在亚太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 然后以前我们看到国际秩序 看到美国跟欧洲 就是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 所以这里面你看到一个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 你看到美国跟印太国家的 那么一个大型伙伴关系是一个大的架构 美国跟这个美日印澳是亚洲政策的一个基石 它这样的撑起来 这样撑起来 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政策拉起来 可是这个拉起来 它不等于叫对抗 那么拜登是讲说 他跟中国大陆呢 他在竞选的时候就说 跟中国大陆 它是一个非联合的关系 非联合的关系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是像川普那样去暴冲啊 非联合的关系 它表示很多地方是可以合作的 有冲突有合作嘛 你明白的一个第一个合作的是什么呢 你说气候问题当然合作嘛 是不是 然后北韩的问题了 然后就是下一段我们要讲的 缅甸呢 缅甸呢 美国也希望拉着中国一起对缅甸施压 所以中国后来也是被迫的 对缅甸做了一些谴责啊 那你说这样子看起来 它还是跟中国大陆必有合作嘛 所以他说拜登讲说 我没有必要跟中国冲突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准备迎接到来自美国非常激烈的竞争 然后呢 你看拜登上次到五角大厦 到国防部 不是也在国防部成立一个 说成立一个特别的工作小组吗 对不对 直接report给那个国防部长吗 那哥就讲说 将来的竞争很可能就是 主要还是摆在科技啊 科技竞争放心为爱啊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竞争情况下呢 正式摆好 人都找好了 鹰派的人一个就位了 那么再跟各盟邦在协调 政策什么时候端出来呢 再看 那现在先忙着什么呢 忙着振兴经济啊 所以你看你看这一次啊 这次在这个 这个你说开年以后 新的国会开议之后啊 本来就想说川普的弹劾案 你会发现处理得很快 本来人家说川普弹劾案 如果在参议院会拖拖拖拖 拖了拖那美国那拜登总统新上来 他有很多的新的人士要任命啊 什么的 如果川普的弹劾案在国会里面 参议院里面又旷日费息 旷日费息拖棚 又拖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不是抢到拜登的光环吗 很多任命过不了吗 结果没有哎 两三下川普的案子就结束了 没过嘛 很多很多也何必找那么多人听证呢 就没过嘛 那拜登也好啊 川普案子没过就这案子就结束了 拜登忙着什么呢 赶快就忙着就是这个纾困案 1.9兆嘛 那钱要赶快先推出来啊 先把经济弄出来啊 我所有的外交政策 所有的后面东西都得先把经济 人员要到位 经济要到位 钱要下来 然后我美国整个振兴起来 然后拜登也讲说 我们的这个基础建设输中国太多了啊 那那么拜登以前讲说 后来他被迫承认 你基础建设再赶不上 中国要来吃美国的午餐了 本来在在在竞选的时候 拜登还不屑 人家讲说要你中国竞争 吃美国的午餐 拜登说中国要吃美国的午餐 eat my lunch come on man 不可能了 他怎么能吃我的午餐呢 他把我的午餐盒都吃掉 可能吗 现在还讲了 基础建设 对不对 然后然后完了 赶快先把经济起来 所以第一年 拜登的整个政府呢 看得出来就是先把经济搞起来嘛 然后今年年底之前 他说全美国三亿人的这个vaccine 疫苗要打完嘛 疫苗要打完嘛 疫苗要打完 然后这经济就沾心起来 然后我的架势拉好 我的政策的这个协调 我的铺垫工作做好了 明年 明年扬帆起航 起航嘛 就走了嘛 是不是 所以今年你这样子看 所以你今天看美国的情况 好了 于是我们就看了 你的这个政策怎么做 你的话讲完以后 你怎么去落地 你怎么样的去执行你的政策 这是我们很想看的 然后跟中国的政策 当然中国大陆他也在想啊 所以你看在1月26号的时候 不是这个布林肯跟杨洁篪通了电话吗 布林肯跟杨洁篪通了电话 通了电话以后 双方呢 起码说讲 美国说我关切什么东西 从新疆关切到 这个西藏 香港 台海 然后呢 那么杨洁篪讲说 这几个东西是美国 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等等 双方就把这个红线先画出来 各说各话 但是好处就是红线画出来 我们晓得你们在乎什么 我们在乎什么 哪些东西能碰 哪些东西不能碰 然后以后我们怎么去管理我们双方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今天 我们看今天 你再看看 看看他们开完会以后 有什么新的东西端出来 但是这是我们今天 礼拜四的时候是可以看的 就是我前面讲说 布林肯跟印澳战略 印澳的国家 就是印度 澳大利亚 日本 他们的外长 他们在谈什么 然后你可以看到 那么拜登说不定也在看到 说是不是安排一个什么样的 印澳四国的 就印太四国的这个高峰会议 但是目前 你先看 礼拜四的 那么印太战略 礼拜五的 那么G7 和这个慕尼黑的这个会议 这是这个礼拜的一个重头戏 我们这样来看